为了给小朋友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石定区首度联合四所小学 包括了石定、云海、和平以及永定国小 一同举办儿童节庆祝活动 除了设置大型的气垫溜滑梯 还有各式各样的闯关游戏摊位 让每个小朋友都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儿童节 儿童节即将到来 为了给小朋友一个难忘的回忆 石定区四所小学 包括了石定、和平、云海、永定国小 特别联合举办欢庆活动 活动一开始先颁奖表扬各校优秀的模范学生 鼓励小朋友继续勤奋上学 而这次也是石定首度四校联办 区长黄世芳表示 透过这个欢乐的节日 希望让孩子、家长、社区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同乐 以往儿童节都是各校自行办理 那我们石定区域都是四个小学 都是明小学 所以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一个活动呢 能够结合四个小学 家长然后社区 一起来共度这个儿童节 石定国小内挤了满满的人潮 而这座大型气垫溜滑梯 尤其吸引小朋友 就连区长、校长以及来参与的来宾 都来溜一下回味小时候的感觉 负责筹划活动的石定国小校长 魏千尼表示 这次不仅有许多游乐设施 还有各式各样的游戏摊位 相信一定能够让小朋友玩个过瘾 很多的一个摊位的一个赞助的一个体验 还有我们的一些的游乐的器材 那当然就让孩子在这个儿童节的这个机会 尤其是我们偏乡 要让孩子有这样的游戏器材的机会 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透过今天儿童节的这个联合活动呢 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同乐园的一个体验 相信孩子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儿童节 小朋友坐上了小小的旋转木马 绽放着开心的笑容 高年级的学童则是挑战足球 射弹弓等体能游戏 每个人都说能够这样过儿童节 真的很开心 很好玩 好玩这部分有可能一些 七五六踢 然后今天的儿童节感觉是 很棒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又很热闹 又有很多可以玩的 很快乐 很开心因为可以跟大家 跟整个实定区的人一起过的同学 也很感谢实定区的 那个学校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就这样 所以你有刚好体验过哪些游戏 九宫格跟足球 哪个部分最好 足球吧 因为比较有挑战性 除了户外各式的闯关游戏摊位 这次还结合了临近大专院校 像是华泛大学的气球造型 开明高职的意见等等 让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陪着小朋友过儿童节 看着小朋友玩游戏的笑容 相信这个儿童节一定让他们难以忘怀 记者杨宝有车方奇 时电采访报道